你好,我是犀牛,8月4号,多伦多地产局公布了最新的房地产报告 今天咱们一起来看看在刚过去的这个月,GTA的房地产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报告显示,2022年7月,TRIBE的MRS系统一共记录了4912桩地产交易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7% 与前一个月相比,房屋的销量也略有下降 7月份的新房源数同比下降较为温和,为4% 预计2022年下半年和2023年的上半年 新房源的趋势将会和销量的趋势保持一致 与前一年相比,2022年7月的房地产状况更加平衡 买家拥有更多的选择,价格的年增长率继续放缓 MRS房价指数HPI综合基准同比上涨12.9% 大多地区的房屋均价同比上涨1.2%到107万 越来越多的买家转向了低价市场 TRIBE首席市场分析师Jason Mercer说 GTA的人口持续增长,劳动力市场继续紧缺 尽管抵押贷款利率迅速上升,导致市场状况更加平衡 但政策制定者必须继续增加住房供应 以应对长期人口增长 TRIBE总裁Kevin Krieger说 省政府在加强住房供应和增加住房负担能力的时候 要注意主要由购房者承担的开发费用的增加 多伦多市议会应该反思 其最近批准的46%的开发费用增加 这是每栋新house相关的政府收费的平均成本 达到了惊人的35万加元以上 新公寓也超过了18万加元 政府必须停止对新房的高额收费 和对现有房屋的不可预测税收的依赖 否则我们将继续看到日益严重的住房危机 最终将抑制GTA的经济增长 下面咱们来看具体的数字 先看整体状况 从上面的表格中 我们看到几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一 416区所有房型的均价为102万 905区所有房型的均价为110万 416区的均价再一次低于了905区 这很可能意味着一次新的下跌的开始 二 各个区域所有房型的销量 年同比都在下降40%到50%这个级别 说明今年的房市冷却了很多 三房屋均价的年同比第一次出现了下降 而且是在独立屋方面 这说明各方对市场都开始看大 四 除了House 其他房型从年同比增长20% 一下子跌到了个位数 前一年的风涨基本已经被抵消 下面看看按地区分布的房地产行情 从上面的表格中我们看到下面几点 一 越是价格高的房屋 价格的年同比增长越小 说明贷款对房屋市场的影响已经相当明显 二 在下跌的市场中 约克郡表现出强劲的实力 在各个房型都很突出 三 多伦多市区的镇屋和公寓表现都非常亮眼 不属于其他区域 四 以奥克维尔为代表的核顿郡在各个方面表现都不太好 被其他区域拉开了距离 最后来看市场趋势 从趋势途中 我们看到过去的两个月价格下降非常明显 一下子吃掉了去年一整年的空间 预计未来会慢慢的进入调整 好 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下面留言 跟大家一起讨论 咱们下一期见